看电影的时候突然想到了千人 那个陪着我经过了大起大落的人 却在生活变得越来越好的时候离开了我 我也曾想过 如果我们还会遇见 我们应该以什么作为开场白 可惜生活远比电影残酷 因为命运根本没有给我们重逢的机会 我们就只能握着从前的故事 把它变成夜晚失眠时候的慰藉 想着从前时真的有过一个人 爱自己如生命 人们都说 后来的我们这部电影多多少少 是有刘如莹的影子的 她为了一个人倾注了大量心血 投入了很多精力 却最后落得爱而不得的结果 爱得越多 输得越惨 好在温柔如水的奶茶最后遇到了 愿意爱她一辈子的人 从前所有的爱恋也都变成了风 消散在时间里 而那段感情也变成了人们口中 用来感叹爱情不易的故事 原来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故事 从头到尾都是幸福的 毕竟幸福不是故事 不幸才是 很多人看后来的我们 先是笑着 可是笑着笑着就哭了 因为电影里有自己 那些为了爱情甘肠寸断的时刻 说的好像都是自己 可是该过去的都过去了 我们也都在后来的生活里 学会了得过且过 自得起了 可我也会觉得遗憾